- 歡迎收看五而不可恩 南鐵頻道今天要去玩Sofie Fire我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南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在今天玩遊戲開始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新的飛行器的情報 在國外社團有玩家分享了新的影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除了我們現在的天馬飛行器以外 之後應該會推出新的飛行器 像我現在看到這個應該是飛船 它非常酷 就是金色的光芒 讓我想到神之愛涅爾的飛行船 然後這上面是指了一個人駕駛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裝滑翔又滑板的話 直接裝這個飛行器 它降落的時候就會非常帥氣的登場 那我覺得官方未來會在飛行器上 會增加非常多有的沒的東西 再另外一個飛行器是一個飛龍 就像我之前講的飛行器推出以後 官方一定會在這個地方增加很多不同的塗裝 不知道後來會不會有多的屬性 像獵準不是可以往下衝的時候速度比較快嗎 之後我猜飛行器有可能會增加額外屬性 因為現在跑車都有了嘛 那如果是飛龍的話 應該增加也不意外 目前我看到的是這兩種飛行器 然後不知道大家比較喜歡哪一款 然後你們覺得這兩款的話 如果推出來後你們會不會想要課金去抽 我個人的話應該是會蒐集 可是我希望之後飛行器的藍位是可以讓我們放 比如說飛馬或者是現在看到的飛船跟飛龍 如果可以放的話 這樣會比較想要我抽的意願 我們今天的話一樣來玩一下默柯覺醒 你們看到這集有可能已經改版了 然後希羅技能之後 可能就會調的比較低一點 我相信大家應該看完影片 或者是你現在已經改版 應該可以知道 現在希羅已經被調整得非常的慘 然後還有他的CD值要等很久 CD值基本上每一個階段都等 大概都50秒 就將近快一分鐘 就我覺得官方真的是可以把希羅 原本的東西不要改 就直接改說不要從內往外射 其實我覺得就可以 只要拿來做防禦 或者是像凝膠護盾一樣的概念 這樣玩家應該是比較不會那麼大的反彈 OK來吧 最後的希羅 這一集你應該是已經改版了 然後主要我還是玩一下默柯 然後測給大家看一下他這個11.5秒 因為默柯其實我之前有段時間比較少裝備 因為其實我都是裝比較進攻型的技能 因為默柯的話算是輔助型 就是讓我知道敵人位置 然後其實有時候玩團隊讀期 我發現隊友都會裝默柯 然後我就想說其實一根裝是夠的 因為他可以分給隊友看 等一下我們第一場先試炸一顆 有魯波登 沒招惡人 這顆是盲炸 盲炸就是有時候剛好敵人會躲 嗨 拿姐 你好 嗨囉 你好 你好 哇 這好嗨 我沒有開麥 嗨 敵人都沒有衝過來 這場敵人 打那麼保守 難道知道我在這 對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一個 哇 這不準對我直接倒 欸 欸 我被自己炸到 哇塞 反彈是不是 我好少遇到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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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守 大失守啊 我沒有注意到我的時候但反彈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把錢拉滿 啊 隊友倒了 他們有個很準欸 有個蠻準的喔 欸 不知道是同一個收的 不確定 哇 二打三 哇 踩到了 踩到了 我怕踩不到 打BP時間 哇 敵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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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撿個補方 撿個補方 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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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練 A500沒練 倒倒倒 哇 先收先收 沒辦法救喔 這邊 收掉 收掉 像有時候我會 我會先把敵人收掉再救隊友 因為有時候 你硬要救隊友可能就 光劍時刻直接被敵人 剪尾刀收掉 請問拿鐵有拍片嗎 請問拿鐵有拍片嗎 怎麼可愛的問題 當然是沒有拍片啊 趴下 沒有拍片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又是趴下這一招 騙不了他了啦 欸 真的是騙不了觀眾 好可愛喔 怎麼又是趴下這一招 太好笑了 好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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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現在不知道用哪一招才能夠 欺騙過我的隊友啊 來吧 觀察一下敵人吧 找個敵人 我看到他 看到他 他往右邊走 左邊 左邊開戰 右邊 好 我去放右邊好了 西螺 最後的西螺啊 這西螺現在是8秒 之後 我現在這版本是8秒 哇 我跟你說 現在持續 如果你們改版後持續時間 應該是5秒 應該會變5秒 所以這是最後的西螺 之後西螺削弱以後 可能很多玩家會選擇 換完阿洛克或K之類 或悟空之類的角色 可是悟空的移動速度也要變慢 我剛剛丟兩個普報給他 不然我們又起 敵人呢 剩兩個 沒看到人 欸隊友跟著穩 哎呦 那一個 好 雙手 嚇一跳 怎麼會躲在這個地方啊 真是奇怪的位置 呃 三級房先買起來吧 哦 水啦 我現在可以買很多頭植物 那西螺其實 他已經算是很可憐了 很少遇到一個角色技能 被改這麼多次了 然後又有朋友我會預錄影片 所以我猜我這一集 應該是改版後了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以前的西螺的茁壯啊 這個西螺已經有條弱過了 上次改版就已經條弱了 這次改版又要條弱 在哪裡 沒看到敵人欸 我想說先插個點 沒人 怎麼會偷 顧後面顧後面 欸 是我一個是跟著我 欸沒有沒有 他往後跑 是我錯覺 水喔 欸對我懂守後面啊 這就對了 欸我旗子還在 欸 敵人躲到哪去了 在家是不是 欸開戰開戰開戰 喔 兩邊同時開戰 先看一下左邊有沒有過來 左邊 欸有人 欸 跑掉 有沒有想到K把拉說 讓不上來欸 欸有人 OK 直接抬掉 所以先收吧 下不上 下面有人 別怕別怕我來救你啊 啊可惡 他被收掉了 這邊有一個 找到一個 欸沒有中 沒有中 剩一個 在下面嘛 欸我剪圓皮法拿丟給他好了 我覺得有時候會收集物資啊 下一場給隊友 給死去的隊友 人捏 蠻兇的喔 希羅 太多 三個屏障 希羅是 真的是非常強勢啊 因為開起來就無敵啊 而且都可以從內往外射 其實之前剛推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技能我真的嚇到 我就覺得哇 這個未來英超強的角色 欸丟給你啦 兄弟 你就不要買啦 我丟給他 我不知道有沒有自己買槍 啊沒有他沒有買 所以 我可以買叉人吧 我這次我現在有記得丟子彈 有時候是 呃講話講到忘記說要丟子彈了 就會只丟槍 好sorry喔 就是沒辦法 就是失憶啊 3比0欸 欸 對方只有三個人 難怪我講說怎麼那麼快啊 他們只有三個人喔 有敵人在上面 我沒仔細看對方幾個欸 總之來講 我不知道他們從時候 有人退出啊 總之 三個人吃虧啊 其實團隊突襲 現在要出那個6對6嘛 雖然是自訂房啊 可是如果我們掛機 變成 比如說掛機三個好了 掛機兩 欸哇哇 等一下他銷跑車欸 欸打不到 總之來講就是 哇哇哇 痛痛痛 家裡面 都在家裡面 可是之後自訂房 如果是6對6啊 有人掛機就變 3打6 然後掛機5個就變1打6 超刺激的 好希望不要又要掛機了 我也開跑車 欸隊友全部衝過去欸 這麼帥 他們只有三個人 我都沒仔細看 欸很 很少遇到 欸 我想是怎麼又補人啊 應該補個電腦 哇塞 哇塞 我是怎樣 我怎麼都衰啦 我只是看一下 欸結束了 我只是看一下 欸都被打 好 總之 就玩到這邊吧 哈哈 結束了 什麼事都沒做到時機了 最後一場完全沒貢獻 他們是直接手加流欸 直接不出來了 然後我站這點 連一個人都沒頭打到 想說要試駕莫克那個 標記時間 如果我說對方沒有裝 地格老師的話 標記時間可以到11.5秒 如果有裝的話會大概減一半 因為 等級3是50% OK 我這場MVP 他們不知道什麼都開始 剩3個我沒仔細看 所以說 這個沒辦法 就是有時候我也有遇過啦 隊友變電腦 或跳GAME的啊 就要贏真的是 比較困難一點啦 因為必須 你要看到對方會不會玩 如果對方也會玩的話 哇 那個糟糕了 好 這場就玩到這邊 好總之今天這邊就分 主要這邊這集呢 就分享就是新的那個載具啊 主要這集呢 就分享新的飛行器有兩種啊 然後呢 再陸續就會推出來了 然後現在你們看到這集 應該是已經改版了啊 我們現在的一些技能調整的話呢 我相信我都已經拍完影片 你們可以看我頻道的清單啦 然後 像我現在都用主打 主打真的還不錯是你其他敵人後 可以回一些血量 這個真的蠻實用的 後面有一句叫做P5攻略情報 也記得訂閱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哪一頻道 追蹤我的Twitch IG 粉絲團 四周群 我不會跟難題都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